好 柔安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持续来关心台湾整体天气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实景画面 早上的8点44分 现在温度在高雄市区来到了28度 白天的时间都还是维持多云时勤 那今天的紫外线也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今天可以看到全台的紫外线预估几乎都亮起了红灯 也就是都来到了过亮等级 白天时间还是比较闷热 高温可以上看到32到34度 所以白天的时间还是要注意防晒 不过下午大家要留意的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午后见雨 那以今天来看大多都还是集中在山区跟临近的平地 那尤其山区要盛防容易会有午后大雷雨的发生 晚上入夜的时候降的降雨状况 才会再开始逐步趋缓 一周上面的天气来讲到周四之前其实都蛮类似 这几天都开始吹的是东风 所以白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稳定 高温可以上看到34到35度左右 但下午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阵影的部分 至于到了周五 天气上面有一点点的小转变 只要周五就是受到比较微弱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所以尤其封面的北台湾 还有在宜兰会开始逐步的转凉 而且容易会有一些飘雨的情形 至于在中南部来说则是不受到影响 白天大多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那像这样的天气大约会持续到周六的时间 另外下周就是中秋连续假期 大家也很关心是不是在中秋连续假期的期间 会有台风扰台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那确实在这之后 也就是下周的时间点 确实在这个太平洋上 容易会有这个扰洞的生成 但是这颗扰洞它到底会不会成为台风 那会不会朝着台湾而来 也都是未来我们在关注的重点 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几周的天气变化 那以这一周来说的话 北台湾在白天高温可以上寒34、35度 周末时间开始稍微小变天 只要受到微弱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北台湾开始转凉 而且容易出现一些绝部阵雨 清晨晚上也比较偏凉一些 低温只有22到23度 那至于在中南部来说 白天大多还是维持多阴时勤 高温可以上开到33、35度 一样清晨晚上比较冷 低温来到22、23 要留意这几天日夜温差比较大 而且上午时间容易在山区 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午后里阵雨